正所謂什麼都談,但就是不講財經 這個欄目就叫做李鴻燕不講財經 這個是全新Patreon Tier2的會員,優先看或者搶先看 至於Tier1或者其他所有YouTube的觀眾 我只能說有機會,但會遲一點 所謂的少少就起碼30人 甚至乎我們不講財經 大家都知道太敏感的話 人生安全觸犯了宇宙法的話 其實我們要小心宇宙,大王走過來抓我們 我們寧願不講,只鋪出公海 正是Patreon的會員,優先看,獨家看 記住,什麼都談,不講財經 本集節目是由以下相互贊助播出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你好,我是Fanny Fanny Lee,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樓花、樓花轉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好了,各位觀眾 各位住家財經的觀眾 又來到這個住家財經 Patreon 優先看的短片 會講一講這個欄目是什麼呢 金融秘史 大家看看第一幅圖 馬上看到第一幅圖 你會看到 是的,我是鄭家純 鄭家純就不是新世界的鄭家純 是台灣的鄭家純 為什麼第一幅圖就派福利給大家呢 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台灣一般有句口號 就是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當然馬上去看看是否最美的風景是人 都挺美的 但問題是我們這一集最主要 沒錯,是講台灣 但是不是講鄭家純 而是講台灣的金融、經濟、歷史 純粹從這個金融角度 也可以講講 台灣曾經是這個 亞洲四小龍的一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用地方去講 一個地方 時至今天 大家都成為了國際新聞的版頭 因為佩洛西訪問台灣 成為了國際新聞的版頭 Henry 跟大家講講 Henr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了 大家一定要講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省發展的歷史 要跟大家講究竟 大家知道台灣有一個叫做直盾 或者晶片盾 很多人是想看著台灣的 在晶片界或者晶片業的發展 就是其餘也好 看著也好 你看到這些照片 其實就 你說和鄭家純比哪個漂亮些 其實真的很坦白說 不相伯俗 你會看到台灣的風景 這裡不知道狗睡是多少 其實你看完之後 又想去台灣旅行 這個說話沒有衝突的 等於我都經常想去上海旅行一樣 這個省會是要去一下的 但是問題我們要問一下Henry 這個台灣 其實它的風景 除了最漂亮的風景是人之外 有很多是被遺忘 就是台灣最漂亮的風景 還包括不要寫出這幅圖 做不到節目的了 再看就做不到節目了 但是你按一下 出回新世界的鄭家純 是的 可能有機會出回新世界的鄭家純 不過就要問一下Henry 其實台灣的經濟發展 和台灣的經濟 是不是真的好像大家所說 有個晶片盾在這裏 我還不知道 那些環境都是在做農業的居多 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覺得對於台灣現代化 又不算有太大的一個作為 那時候開發的地方很少 最早歷史應該是在台南那邊 所以看到很多古蹟都是集中在那些地方 但是你說對於整個台灣 其實台南最主要以前都是農業 然後又種謝 出名是謝堂 所以又有這麼說法的 台南人很吃得甜的 這個是很著名的一件事 所以對於當時 河西或者之後清朝 清朝管治那些時期 鄭成功那些 我就覺得那段時間 就不算對於現代化有什麼影響 但是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 對於今年的現代化 我們也要看回 由明朝、清朝那條這樣的時間線 也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台灣、中國 我們看著 其實整個 這個沒有衝突的 你看到有中國的地圖 有台灣的地圖 也有那些歷史 一直說到2017年的 但是其實 剛才Henry說的那個 東番時期 河西時期 1624年 在說是冒農的 農業社會 所以大哥 那時候還在說明朝 崇禎 明朝 清初 康熙等等 所以呢 不涉及現在的歷史 但是在說古歷史 鄭氏時期 清朝管治 看這個款 其實都是台灣省 你看看大清國的時候 1684到1895 都是台灣省來的 所以真的有些根據 如果你說那個主權 本身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那時候日本都比較上 以殖民地的角度去統治 所以他又沒有說 給你太多管理的經驗 主要都是由他日本那邊 帶一些人過去的 那下面的人呢 主要可能是參與他那些 做執行那個 就是你在工廠那裡做一下 那些東西 那不算說有太多的訓練 給到他們 但是就留下了很多 譬如有些水利工程 鐵路那些 就是如果有看回 有些舊式一些 那些電 不是舊式 就是講以前台灣 我印象之前 有些講體育那些 家農那些 那段時期 有講到就是 他們打棒球那些 他也有講到就是 那時候日本有很多工程師呢 就做很多水利工程 在台灣那裡 那這些其實是 你可以說是硬件上面的 其實是重要的 交通啊 之後怎樣 現代化 所有事情其實就是 在日本這50年呢 就是幫他打了一個基礎 那然後呢 就是 大家知道 打書仗 打書仗就要 其他國家呢 有些地方就 有得 殖民地那些東西 但是中華民國 理論上 當時叫做 戰勝那邊 那邊 就 可以叫做 繼承了清朝 所以就收了那個主權 就在那時候 叫做 歸落了去 國民政府 也都是因為這樣 後來才叫做 可以在 49年之後呢 就 在國民政府 統治之下 嗯 這個 就是 我們還是繼續說 國民的省政府 就是 台灣省的國民政府 這個 以防觸犯這個 宇宙大王法 但是問題呢 就是繼續去說 就是 是的 如果現在那個發展 那我們就是 用近代史去說 其實近代呢 大家都知道 台灣都發展了很多 就是走過很多的歷史了 我們有些想 比如可能你說的 就是蔣介石 或者說的 甚至說的 蔣經國 李登輝等等 其實呢 這些時候呢 尤其是蔣介石的時候 其實 這個你看到了 李登輝再加上蔣經國 那整個過程呢 其實當時拼台灣 拼經濟 拼得厲害不厲害呢 可以這樣看 應該算是挺厲害的 那時候是吸收了 他們在中國 大陸管治的那個問題 吸收了一些經驗 就是對於蔣經國來講 他們第一次 叫做 遭受到原來 硬來有挫敗 就應該是在 228事件 應該大概是47年那段時間 嗯 正式他們 退守台灣省 之前的一個 event 就是關於收稅 煙稅那些 那些問題 那產生了228事件 那令到他們 那時候叫做 屠殺了當地 台灣精英 至於2萬人 那後來 才叫做了解到 有些事情 原來堅定不行了 這個其中一個經驗 另外一件事情 他又發現 原來你所有經濟 拿著自己的手 又是不行了 因為如果大家 又了解一下 國民政府那些時間 就是出名貪污腐敗的了 他們的經濟 就是政治方面 現在國民黨 是作為一個獨裁政黨 基本上已經是超越了威權 叫他們獨裁 是沒有一個質疑的 對的 那些美麗島事件 很多事件 當年 是 所以在中國大陸的管治 他們是徹底失敗 他們的土改又不成功 因為他們又不敢動 那些地主 原因是自己就是地主 有很多事情 結果搞不定 於是 其實去到差不多 除胖會戰之前 叫做有最後一個通牒 就是毛澤東給他們 最後要求你要做了土改之餘 還要清除官僚資本 就是要他們還富於民 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不肯這樣做 於是輸了除胖 結果要退守他們最後一個根據點 在他們退守最後一個根據點之前 他們其實都開始知道有些事情 所以找了陳誠去做省主席 其實陳誠就在台... 就是他們在中國大陸 他們不做土改 因為那些東西是自己的 但是台灣他做了一些收租的改革 原因其中一個就是 台灣他們沒有什麼根據地 那些東西不是自己的 那些東西不是自己的 搞那些地主好了 所以台灣他又有一個特殊的狀況 他們那個改革又相對做得好些 那令到當地就沒有那麼靠攏 這個共產黨那邊 那於是他們退守的時候 他們又容易一些 那然後呢 那之後呢 我相信都很明顯 他看到痛定思痛 還有他們理清了一個 統治的一個手段的一些法則 那樣的事情 就是剛剛以前我說的 整個社會最重要 兩種權利 政治和經濟兩種 其實這個政府 他開始了解到 隨便你要給一種出去 舉個例 就是Avon 我說今天美國 那樣 OK 經濟上面很多壟斷 我們之前拍過說 聯儲局那些東西 經濟上面 其實那些財團 銀行集團 那些可能都拿起來 還有他們有很多 去游說政府 但是他們拿住了 就是那些財團 財份拿住了經濟那部分 至少他給你政治權利 就是對於美國人來說 是自由的 是民主的 他給你有得投票 有liberism 有左膠 有抗議示威 那些 就是政治和經濟 他最少 他給了政治利 那對於很多地方來講 譬如新加坡 那他又反過來 他又不是給政治利 他是政治是自己拿著 那經濟他給你的 這件事又像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 他都是這樣政治 他就拿著 然後經濟是給你的 那這一個 我想就是 對於國民政府 他們吸取了一個經驗 以前在中國大陸 他們的處理手法就是 政治和經濟 他兩樣都要拿著 他什麼都不放給你 經濟 大家都出名 那時候那些大家族 那些 就是大家數了什麼姓宋 那些 那些多有錢 那些整個國家那些 財產 那些黏在一起 雖然在去到台灣之後 都有人救病這件事 就是黨產和國賊 就是黨富和國富 他們自己混在一起去洗 不分 但是我們真的 黨國不分 都被人這樣批評 但是 的確在經濟上面 你看到他們都算是 放開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今天又不會見到 譬如 舉個例子 台索那些 那些工廠 那些工業家 王永慶那些 都出名 叫做台灣民營企業之王 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如果他們真的 還是維持在中國大陸那種 統治模式經濟 它不放給你的話 那你不會有這些民營企業 這麼輕盛 造就到之後的那個經濟奇蹟 那這個也都有可能 是跟美國那邊的壓力 都有一些關係 我相信 因為其實同一時間 戰後 他退守了台灣之後 其實本身美國 就已經不太妥當國民黨了 但是 他們起碼就是 反對共產黨 對於美國來講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盟友 所以我們之前提過 美國他們那些 什麼馬歇爾計劃 那些情況 同一時期 其實對於東南亞 韓國 日本 台灣 其實都有一些 美國援助的 那麼台灣也是 每年都收到很多的美國援助 就是在那時候 美國他們政治的一個共識 他們的信念就是覺得 那些人窮才會靠擁共產黨 那這個我覺得都很合理的 就是等於你說 找我和李嘉誠站在一起 你問一下李先生 喂 你兩個人的身家 加起來隨意好不好 那麼李先生一定不好 但是你問我 當然好了 所以 所以 美國的政治共識 就是覺得 窮人才會支持 這個共產主義 所以呢 就不要令到那些人這麼窮 所以就要援助 也都是因為這樣 可能是從中 他們都有干預到 這個國民政府的統治 就是說 你都要給民間有利 你不要與民爭利 不要以前做華民國 要讓給國會 大家都有錢 他們自然就不會站在共產黨那邊 這件事情是看到 其中一個因素 是令到 剛才提到的那些民營企業可以輕盛 還有一點點的 我覺得 很多時候雖然我們都會覺得環境可能是最重要 但是有時候人呢 人都可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舉個例 尹仲勇這些技術官僚 就是那時候叫做 都不怕死的那樣的 這些技術官僚 他們有些風骨的那時候做官 就是他們尹仲勇其實被人抓過了 抓完 但是 我們要講講究竟他是什麼人 他是叫陳誠 剛才提過省主席 委任了他們做一些財金官員 他是經濟部長兼中央信託局局長的一個位置 他應該是李登輝年代的了 還是是蔣經國年代 蔣介石年代還是 蔣介石年代 現在看到大家畫面上看到 就是這個小胡子 蔣介石 我們繼續講講 陳誠又有關 是的 他們算是 就是剛才所講的 就是給他們權 就是在民間那裏做些事情 還有就是剛才提過 尹仲勇 他身為經濟部長那些 有時候都是力排中意 說要發展什麼發展什麼 這樣 就是他譬如有些事情 他給國營那些 台灣那些 就是水泥 就是台泥台子那些民營 要他給你去做 那這些其實是本身呢 是觸犯到他們黨裏面 有些的利益 因為說了一點點就是 本身他們的黨那些人呢 在台灣本土的角度來講 全部都是中國人 在他們的角度呢 其實國民政府全部都在中國大陸那裡過來的 包括蔣介石那些 這個都是接近事實的 大部分 是的 所以在他們的角度 有很多事情 就是他會覺得 譬如用一些國家力量去做一些皮革 那些事情 其實牽涉他們那些利益裡面 所以為什麼 雲仲勇會被人搞呢 會被人無憾 然後拉過 然後最後查明沒事 但是他也沒有 有兩年沒有官做 他復出之後 他也繼續就是力排中意 就是為什麼他這樣 所以我就說 人的角色都有 就是除了我們剛才提過一些大環境的事情 他是 就是叫做有自己的風骨 這件事情都很重要 那連大馬其實 其他有些官員 都是 被譽為就是 當時50年代 可以令到台灣 是叫做有爆發增長的一些重要功臣 包括孫文璇等等 技術官員 當然大家聽完 Henry說很重的說 包括日治 有基建的基礎 跟著就是 蔣介石的年代 蔣介石年代也有不同的官員 但是跟著一直去發展 現在我們都還在說1950年代 但問題其實當時 台灣還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為主 但是問題是 現在 沒有說現在不是第二產業 現在也是 現在你會看到 我們再看 推下去看 看完 跟著是蔣經國 跟著就是李登輝 其實他這兩個 都在經濟上 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這幾個提款 是啊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 其實牽涉到一個很重大的概念 去到李登輝 就是經濟學上面我們說的 一樣東西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前面那三十年 就是蔣介石 他那段時期 剛才提過 那些拼經濟 你說的 第一產業 轉第二產業 那個紅利 就是他們第一產業 就是原材料 農業 那方面 接著就是 接受了美國援助 以及應用了日本留下的一些基建 那在他們的政策上面 就是政治 他拿緊 政治拿緊 他就 一直都是戒嚴時期 藉口說要反攻大陸 所以就戒嚴時期 接著那個國會又不准改選 那政治他拿緊 那經濟他大 他又會 給一些民營企業去發跡 就是剛才提過 同一時期 就是五四年成立的台索 就是那段時間走出來 所以他拿著政治 然後放寬的經濟 那段時期 就是用著 剛才提過 中等西洋陷阱 其實是一個描述 發展中國家的演化 他初期就是由第一產業 轉換到第二產業的 那個premium 譬如舉個例 就是現在近幾十年都說 中國那個改革開放 很多時候就是這個紅利 就是那個城鄉人口的 由鄉村農業的人口 他走了出城去打工 做工廠 就會有這個紅利 因為由低收入 變成了相對高收入 就是工廠的工廠 就是高產出過這個農村 農村 農村 是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所謂的紅利 但是去到某一個水平 這個紅利始終會消失 由第一產業轉到七七八八 去到第二產業 每個人都懂得做工廠那些事情 開始就會產生一個新的階層 叫中產 中產就很麻煩的 中產要求多多 正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就會要求很多 我們看下去 有些人會說 講經濟就講經濟 但是實質上 去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地方 我們看到普遍所有發展中國家 它怎麼可以突破到這件事情呢 在這個時候政治的改變 是不能夠缺乏的 你如果不能夠 因為有時候就是說 由這個水平要由第二產業轉 形成為第三產業 才可以繼續收入增長 剛才已經第一轉 第一轉到第二 已經那個紅利都已經吃到七七八八 怎麼可以再增長下去 就要由第二轉到第三 那就牽涉到一些服務業的東西 包括最賺錢的金融服務業 或者所有其他跟金融相關的 銀行相關的業務 你如果沒有那部分的轉化 你繼續在這裡做工廠的話 那個中等收入陷阱 大概一萬元美元的水平 就保持著一輩子 就是有些發展中國 本身好地地 但是發展到這段階段 你覺得 它真的好像沒有怎麼動 繼續保持著在那個位置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我們以前也有不同的時候 做一些節目的時候也提過 就是你對於一些金融服務業那些東西 其實你政治上面那個 你就不可以說太過落後了 就是你都要有些自由 舉個例子 有時候你報一些財經的東西 你都要報一些財經新聞 對不對 就是你有分析一下 大使有時候都說到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都可能很敏感 都是有關聯 是的 所以你這部分要輕盛 你就看到 所以這個時間線 你剛才說蔣經國和李登輝 正確就是那段時段 而我們又真的看到 87年左右 就是蔣經國開始廢除很多禁令 白色恐怖那些都沒有了 開始慢慢沒有了 是的 白色恐怖那些 開始 去到李登輝突然之間 無緣無緣無故拿了一個總統寶座之後 甚至乎開始慢慢 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上位 可能有些部署 但是他沒有想過這麼突然 因為蔣經國也死得很突然 他死那一刻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李登輝也真的 因為內外都有這個功勞 除了那個時勢也有迫到他這件事 就是剛才我提過 開始就是有這個學運 那段時期 就是他的名字叫李登輝 普通話 就是國語叫做 就是好像李等輝 李等輝 所以他那時候學運 就改他的名字做一首歌 你還叫我等多一會 你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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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叫我等 所以其實他又做了一些功夫 就是答應學生會開一個國事會議 傾足七天去怎麼改革 怎麼做很多承錄 他最後他真的有做到這件事出來 1996年的時候 就是做了第一次台灣直選總統的一個選舉 所以其實可以說他有他的功勞在這裏 就是他叫做潛藏了他那件事 就是他對著蔣經國一直都必恭必敬 寫了抄了六四 他就說自己 是的 他就說自己是經驗過不可靠的牧山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都握了手 或者是必恭必敬 明明他高過他的 其實Hemi講到這裏 大家都應該有個大概 知道 特別是什麽呢 特別是說由第一產業 轉去第二產業 這個是很多國家都會發展的 或者很多地方 城市都會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由一個第一產業 轉去第二產業 產生的紅利 而這個紅利 當它消失海盡之際 就由第二產業進化成為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 由第二產業之所以能夠進化到第三產業 其中一件事好像剛才Hemi所說的 中等收入陷阱也好 中產的崛起也好 其中一件事往往都伴隨而來的 就是政治上的改革 或者政治上的放權 剛剛講到台灣的地方 OK 地方首長的民選 民選之後 去到這裏 我們可以大概 我們看到之後 Hemi都跟大家講到八百九九 講到這裏 就是講由第二轉去第三 我們可以談到這裏 因為時間關係 至於下一集 我們可以講的 究竟由第三產業 由第二產業轉到第三產業之後 究竟是如何 就是一邊發展旅遊業 發展金融服務業 同時呢 又再去一去 回到第二產業 接著看看 為什麼晶片出口這麼厲害 或者農業生果出口這麼厲害 那這件事 是不是所有的地方 或者國家 或者城市 由第一第二 去到第三之後 其實第三會 會反過來 去幫助第二和第一產業 可以在下一集 再跟大家講一下 今集 即日時間關係 先講到這裏 謝謝Hemi 拜拜 正所謂什麼都談 但是就是不講財經 這個欄目就叫做 李鴻賢不講財經 這個是什麼呢 是全新 是給Patreon Tier2的會員 優先看 或者搶先看 至於Tier1 或者其他所有的 YouTube的觀眾 有沒有看 我只能夠說有機會 但是會遲一點 所謂的少少 起碼都30人 甚至乎 如果我們講的 topic 不講財經 大家都知道 太敏感的話 人生安全 觸犯了宇宙法的話 其實我們就要小心宇宙 大王走過來抓我們 我們就寧願不講 甚至不鋪出公海 正是給Patreon的會員 優先看 獨家看 五萬 記住 什麼都談 不講財經 Hello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樓花、樓花轉讓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奶黃滋味 幼滑細膩 常圓常滿 榮華流沙奶黃月餅 看透榮華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對創意 我們現在請保留 我們不想要 阿拉伯 我們此為何? 我們是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